狭小的隧道内 法国特战队员与恐怖分子展开激烈交火 而特战队员之所以会来到这 全因在不久前 他们抓获了一名身份特殊的通缉犯 而要从他的口中得到消息 就需要将他的女儿救出来才可以 时间回到2016年的10月 位于伊拉克第二大城市 摩苏尔城安全区以南 70千米处的马克木斯尔 接到命令的三辆汉马车 在黄沙中急驰 前往目标地点 仅10分钟的功夫 他们便来到一栋房屋前 下车后的士兵 并没有火急火燎地冲入目标地点 他们先是四周观察 是否有潜伏的敌人 根据他们得到的情报称 此处藏匿有IS极端分子 一名当地的士兵率先走上前 对着任务地点的房子用力敲打 士兵眼见房主不肯给出回忆 随即一脚便把门给踹开 堵门的房主被冲击力瞬间击倒在地 然而即便如此 房子的男主人依旧口口声称 自己只是普通的居民 没有任何坏心思 作为本地士兵的大胡子 当然不会轻信屋主人的话 他对于本地人的情况 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为了防止接下来场面太血腥 大胡子让屋主人的妻子 带着孩子到其他房间 与此同时 随行的法国特种部队 也已经进入房间内 他们即便是面对本地错综复杂的房屋结构 也没有任何调以轻心 搜索的十分仔细且迅速 而他们的队长马丁 静止坐到屋主人面前 询问屋主人 最近是否有看见 附近有着法国人出入 虽然屋主人承认了 附近有着陌生人进出的迹象 但他却表示 自己并不认识那些陌生人 马丁为了能够让屋主人认出 藏匿之人到底是谁 随即拿出手机里的通缉名单 让男人进行辨认 然而男人软硬不吃 他一口咬病 自己没见过名单上的人 可这又怎么能瞒得过这群士兵呢 其实他们能够找过来 一定是掌握了确切消息 就在这时 一名队员发现了 屋主人的墙壁有些异常 三名队员交换眼神过后 一名队员靠近墙壁 抬脚就将墙壁踹出窟窿 紧接着 趁里面的人还未反应 迅速进入隐藏暗室内 听到动静的马丁 紧随其后来到现场 随后拿出瞳孔探测器 确认了暗室内的人 就是他们的目标 扎依德 见到事情已经败露的屋主人 脸色瞬间变得难看 他立刻向着面前的士兵变解 表示自己之所以说谎 是因为家人的安全遭受了威胁 可屋主人万万没有想到 大胡子对于他的油嘴滑舌 早已变得愤怒不已 一旁的法国特种兵 眼见事态即将升级 赶紧叫来队长马丁 就在大胡子情绪激动 要将屋主人就地正法时 马丁及时赶了过来 劝住了大胡子的下一步动作 本想着事情到这里 已经完美结束 然而马丁万万没有想到 最后大胡子还是将屋主人拖了出来 尽管大胡子的上级要求 他必须在法军的指令下行动 但他的双眼早已被仇恨蒙蔽 全然不顾法军的劝阻 甚至还出言称 这不是他们的战争 劝他们不要多管闲事后 拉着屋主人就走向了一处角落 马丁见无法阻拦接下来的事情 为了防止事态更加恶化 只能带着队员转身离开 伴随着两声枪响 本次的任务也算是彻底结束 然而他们所抓的 这个名叫扎伊德的男人 他的身份十分不凡 他不仅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圣战老兵 还曾担任过阿富汗国安局的情报人员 而此人的名单 其实也早就掌握在法军特种部队 首席情报官阿戴尔的手中 如此重量级的人物 相信他的脑中一定有着 许多让人趋之若鹜的情报 可要想从他的脑中得到这些情报 显然也并不是那么简单 幸运的是 就在阿戴尔一筹莫展之际 竟然从扎伊德鞋子的家丛中 发现了一张照片 根据他们所掌握的信息分析 照片中的人 正是扎伊德女儿萨尔瓦 以及他的孙子亚利斯 但由于萨尔瓦盲目地对父亲崇拜 他不仅加入了IS极端组织 同时还嫁给了一名法医圣战分子 阿戴尔眼见事情变得逐渐明朗 当即决定前去与扎伊德进行谈判 由于两天后 美伊联军将会轰炸摩苏尔 以此作为交换条件 只要扎伊德能够说出 对于他们来说有价值的线索 那么他便会将他的女儿以及孙子 带往安全区保护 阿戴尔将一切说完 他转身离开的同时 给了扎伊德三分钟考虑的时间 但还不等阿戴尔走出房间 扎伊德便率先忍不住开口 说出了在亚丁区的一处车库 有着他们感兴趣的东西 于是很快 根据扎伊德提供的线索 特种小队来到了他指定的车库附近 为了防止这是一个陷阱 特种小队并不打算亲自进行探索 只见一架小型消音无人机 从一名队员手中缓缓生气 向着目标飞了过去 可是令他们感到头疼的是 这座车库不仅大门紧锁 甚至就连一个空隙也没流出来 正当任务即将陷入僵局之际 一辆黑色的皮卡 缓缓来到车库面前 随后从车上下来一男一女 静止走进了车库内 就在车库大门即将关闭的刹那 操纵无人机的队员 直接冲进车库内 基地内的人眼见成功潜入 瞬间都松了一口气 随着无人机逐渐深入 眼前的景象 让基地内的所有人 倒吸一口冷气 只见里面摆放整齐的数十辆自爆卡车 一旦让他们的计划成功 后果不堪设想 就这样 由于扎伊德说出了真实情报 上校也决定兑现自己的诺言 但是因为美伊联军 将会在第二天对摩苏尔进行轰炸 上校担心小队的贸然行动 会被有军误伤 于是他找上伊拉克的行动指挥 争取到了15分钟的缓冲时间 并将行动坐标给了他 但令法军没想到的是 扎伊德竟在关键时刻 再次提出要求 他不希望在法军的要求位置碰头 而是自己选择了城南边缘的一座大桥 他声称桥下有一条隧道 那里让他认为更安全 于是为了能从扎伊德那里 获取到更多需要的情报 情报官阿戴尔 只能同意他的无理要求 就这样 第二天一大早 小队准时出现在约定地点 甚至阿戴尔为了防止前来街头的萨尔瓦害怕 更是亲自换上了罩袍前来接应 然而直到空隙开始 萨尔瓦的手机信号 才出现在隧道的另一段 可这也仅维持了数十秒的时间 便又一次骤然消失 特战小队的成员认为 可能是隧道内的信号不好 导致信号断开 但为了保险起见 他们还是决定 先派出一个探索机器人进入 查看隧道内是否安全 不料 此时意外再次发生 机器人刚走出一百多名 就被隧道内的障碍挡住 无法向前行进半步 依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们只能亲自进入其中查看了 所以在得到了上校许可后 各种小队便进入了隧道进行查看 令小队成员吃惊的是 这个隧道并不是一条笔直的道路 而是由许多纵横交错的岔路形成 随着他们进入隧道没多久 每一联军的轰炸也在外面展开 震动掉落的灰尘 打在队长马克脸上 他的神情也变得逐渐惶恐 他所担心的 并不是在隧道内遭遇敌人 而是担心还未进寸步 就被队友误伤 活埋进隧道内 可为了安全 他们交替掩护进入 就这样 短短几百米的距离 愣是让他们走出了几千米的感觉 好在没多久 一名队员发现一处向上的洞口 正当他们犹豫 是否要上去探索时 意外却突然发生 狭小的隧道内 瞬间枪声大作 虽然特战小队的成员们人数不占优 但他们通过精湛的战术配合下 竟真的将对方犹如蝗虫般冲来的攻势 给挡了下来 可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很快 情报官阿戴尔就被击倒在地 见此情形的马丁迅速上前 拖着阿戴尔便向安全区撤离 万幸的是 子弹并未击中阿戴尔要害 只是射在了他的防弹衣 即便如此 由于阿戴尔一时半会儿无法参与战斗 让本就少人的特战小队 瞬间变得更加捉惊剑肘 后方的队友箭撞 丢出一枚闪光弹 试图掩护正在撤退的其他队员 可惜的是 在队友丢出闪光弹的同时 对方也丢出了一颗手榴弹在他的附近 店后的这名队员 被手榴弹瞬间先飞 一条大腿也被彻底炸断 本在撤离的队友箭撞 连忙靠近受伤的队友 将他搀扶出了这条隧道 最终任务已失败告终 甚至还搭上了一名特战队员的腿 回到基地后 医护人员快速上前 带走受伤的队员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一次简单的街头人之任务 居然会如此艰难 对此特战小队的队长马克 感到异常愤怒 他疯狂地对着房间内的一切 肆意地发泄自己的怒骨 掀翻了他所能看到的一切东西 事后所有人再次来到作战会议室内 然而这一次 众人脸上都浮现出一种挫败感 其中一名队员更是不顾上校在场 对着面前的黑板重重敲了下去 用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 他认为这一切 都是由于扎伊德所选的地点 有着严重的安全隐患 因为这一次的任务失利 让法军指挥认为 扎伊德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 于是打算 将其交给伊拉克联邦警察 可基地的首席执行官阿戴尔却认为 只要帮扎伊德找回他的女儿萨尔瓦 那么就可以从扎伊德的口中 得到更多他们所需要的情报 而他之所以会这么想 是因为扎伊德与女儿的通话过程中 他全城都在旁观查过 还有就是阿戴尔认为 扎伊德与法军合作的事情 他的女儿萨尔瓦并不知晓情况 而且扎伊德本来就不喜欢 身为极端分子的女婿 再加上美伊联军 正在进行空袭的敏感时期 阿戴尔认为 扎伊德希望女儿 能够前往法军的安全区的事情 应该是八九不离时的实话 然而即便如此 阿戴尔还是认为 应该先试试扎伊德的法反应 他进入到关押室内大声呵斥 称扎伊德提供的街头地点 完全就是一个骗局 随后甲义告诉扎伊德 他将要终止双方的合作 见到阿戴尔是真生气的扎伊德 连忙表示 只要帮自己找回女儿 那么他愿意做任何事情 随后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 扎伊德忙不迭地 再次说出一个地址 而这一次的地址 是在法国图卢兹的某个公寓 就这样 法国的总部收到情报后 迅速派出一支全副武装的特警小队 抵达目标地点后的特警小队 二话不说 对着目标大门就将其踹开 一枚闪光弹 紧接着冲入房间中 眨眼的功夫 便将里面正制作炸弹的组织成员 全部击毙 警方大捷的录像带 很快被送往阿戴尔所在的营区内 见行动进行得如此顺利 所有人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下 他们也将重心 再次放到了寻找萨尔瓦的身上 于是在伊拉克的反恐指挥官萨拉尔的带领下 特战小队成员再次返回 与恐怖分子火拼的隧道内 试图通过萨尔瓦信号消失的位置 再次寻找到他的蛛丝马迹 可惜天不遂人愿 在小队深入调查后 并未能在火拼现场中 找到有效线索 但此时 马丁迫切地想要消灭掉 之前炸掉队友的那伙恐怖分子 于是他带着小队 进入到了隧道的另一段 然而由于另一段 是IS所控制的区域 他们必须得到伊拉克军队的许可 而繁琐的审批流程 让马丁彻底失去耐心 所以他直接切断与总部的通话联系 静止进入内部进行探查 好在经过美伊联军的连番轰炸 导致恐怖分子察觉危险 使整片地区空无一人 众人并没有遇到其他意外 唯独当他们进入到一个房间时 竟在里面发现了一具 被取掉肾脏的尸体 更令他们感到震惊的是 在一旁的桌子上 他们甚至还发现了 主伊拉克人道主义原著的衣服 如此诡异的情况 当即在场的所有人 察觉倒是有蹊跷 眼下只有两种情况 一是原著的医生被绑架 二是支援的医生中 有一名屠夫潜伏在里面 与此同时 阿戴尔找到库尔德 潜伏在IS组织的内线 他希望通过库尔德的内线 找到萨尔瓦 巧合的是 这名内线曾见过萨尔瓦 并且还知道他现在的住所 但由于该地区处于IS掌控的区域 派出特种小队作战的风险过大 经过双方商议 当即决定 由内线将萨尔瓦带出来 而阿戴尔作为回报 他答应库尔德的人 本次行动过后 他们会为其援助相应的武器 可就在内线 将萨尔瓦以私藏手机的罪名 试图将他带到会合点时 半路上竟遇到IS组织的盘查 虽然内线通过演技 成功地忽悠住了守卫 但由于萨尔瓦没有携带相应的证件 守卫硬要留下萨尔瓦 内线眼见任务即将失败 他当即决定 强行开车离开 然而双方撕扯间 没想到守卫竟将萨尔瓦 生生地从车内拽了下来 甚至是逃跑的线人 也在开车的过程中 被守卫击中 死在了会合地点 这也导致 营救萨尔瓦的行动 再次陷入僵局之中 得知此事的法军高层 也受到了来自伊拉克政府的压力 因为按照正常程序 驻守在伊拉克的法军 并没有执法权 必须将扎伊德 交给伊拉克联邦警察进行审判 就这样 那件印有人道主义援助logo的T恤 成为他们打破僵局的唯一线索 可就当情报人员 感到人道主义援助营地 询问主管具体情况时 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 也悄然而至 好在情报人员距离爆炸距离较远 这才没有酿成更大的悲剧 可如此一来 相关T恤的线索也彻底断掉 正当阿戴尔等人 对于寻找阿达尔一筹莫展之际 情报中心突然传来好消息 通过监听设备 他们收到来自萨尔瓦 发给扎伊德的语音 语音中萨尔瓦表示 自己已经被其丈夫法尔斯 带离了摩苏尔 但具体前往的是何方 他也不是很清楚 只知道车子是一路向西行驶 而阿戴尔等人 通过萨尔瓦手机定位 他们发现 整个搜索区域 竟有着100平方公里之距 恰好在不久后 阿戴尔接到 来自库尔德指挥官的一通电话 他声称 有一名IS囚禁的女子 从中逃了出来 并被他们救下 并且根据女子所描述 他也很有可能见过萨尔瓦 于是凌晨5点 在伊拉克反恐特勤队 指挥官萨拉尔的引导下 他们来到了被救女子所在的地区 女子表示 他在被囚禁的地方 见过5名会说法语的女人 更幸运的是 当阿戴尔拿出萨尔瓦的照片时 女人一眼便认了出来 甚至还为他们 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就是囚禁她的地方 距离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只需步行三小时 并且还告诉他们 那是一栋红房子 就这样 根据女人提供的线索 马兵等人 很快便找到了那栋红房子 但为了以防万一 他们还是决定 先利用无人机观察一番 就在无人机靠近红房子的同时 他们还发现了一个身穿罩袍的女人 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 由于看不清女人的正脸 无法确认此人 是否就是他们所寻找的萨尔瓦 于是在确认房子安全无余后 他们驾驶着车子 来到了房子的近前 然而即便是确认了房子安全 他们依旧留下萨拉尔 以及狙击手萨迪在外围警戒 殊不知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正在被外围恐怖分子的狙击手所窥视 等到特战小队进入房子的院子内 他们发现 趴在地上的女人并非萨尔瓦 而女人之所以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则是因为她的腹部 有着一枚足以炸死她的压力炸弹存在 不过拆除这枚炸弹 对于身经百战的特战队员来说 犹如探囊取物一般轻松 队员先是安抚好女人的情绪 随后拿出一件重物品抵在炸弹上面 带到女人起身离开后 队员迅速拆除感应装置 成功将压力炸弹拆除 可就在他们拆除炸弹后 起身准备离开时 子弹彻底打乱了特战队员的节奏 外围警戒的萨迪以及萨拉尔 快速退回到车子后面 并且按照着狙击手的位置 因为没人看见狙击手的位置 房子内的众人一时也不敢贸然行动 于是马丁只能通过子弹射来的位置 大致判断狙击手的位置后 将自己的结论告诉给狙击手萨迪 得到马丁的讯息 萨迪快速整理装备 随后离开车子 快速向着理想狙击位置跑去 他在躲过狙击手的射击后 来到了一栋房子的二楼 随后拿出狙击枪 对着外面仔细观察了起来 为了使萨迪能够找到狙击手的位置 房子内的人一刺跑了出来 并在空旷的地方左右横跳 直到第三名队员跑出来时 潜藏着的恐怖分子 狙击枪瞄准净反射的阳光 引起了萨迪的注意 随着他扣动扳机 子弹瞬间打中对面 紧接着 他们来到狙击手所在的位置 一枪便结果了还在挣扎的男人 事后 阿戴尔收到来自萨尔瓦的语音信息 语音信息中 萨尔瓦不敢相信自己崇拜的父亲 竟抛弃信仰 与法军站在了一起 而这条语音也恰好说明了 特战小队会遇袭的原因 并且随着这条语音信息的到来 阿戴尔彻底将萨尔瓦与法尔斯 放在了统一战线上面 因此 扎伊德也彻底没有了谈判的筹码 于是为了能够让女儿活下去 扎伊德只能说出了又一个地址 可惜还不等扎伊德说完 阿戴尔便打断了扎伊德 并说出了他所说地址中涉及的人员 时间一天天的在流逝 扎伊德脑中的信息再逐渐被淘汰 眼见自己的信息 被眼前阿戴尔轻而易举的说了出来 一时间气急攻心的扎伊德 一头栽倒在了审讯室的地板上 由于扎伊德突然的不省人事 法军只能将重心 再次转移到极端头目法尔斯的头上 而找到法尔斯唯一的线索 只剩下曾经在寻找萨尔瓦时 他们发现的嘎腰子工厂内 为恐怖分子进行打妖子的医生身上 幸运的是 在伊拉克联邦警察的帮助下 此人很快就在机场被截活 可面对审问 打妖子的医生声称 自己并不知道法尔斯到底在哪里 只是偶然间听到 他们经常在名叫塔里克的人手中购买军火 地点是在位于伊拉克西部 安巴尔省的某个仓库 在得到了想要的线索 法军成员很快聚集在作战会议室内 开始准备下一步的行动 医生口中的塔里克 曾是萨达姆侯赛因的保镖 在美军入侵伊拉克后 靠着与手下占领的萨达姆武器库 用来武装IS极端组织 而他们要想找到法尔斯 眼下只有将塔里克 作为突破口进行行动 除此之外 由于他们已经丢失了萨尔瓦的踪迹 扎伊德的孙子亚里斯 成为对他施压的唯一依靠 结合他们以前收到的情报得知 亚里斯被极端分子送到 萨拉赫丁地区的某个训练营 于是他们决定兵分两路 由阿戴尔找到训练营 并且带回亚里斯 而马丁小队则前往安巴尔省的仓库 蹲守前来交易的法尔斯 根据计划 马丁小队很快来到目标仓库 开始了漫长的蹲守 好在并没有让他们等多久 仅在两个小时后 一个背着黄色包的男人 骑着摩托车从远处驶来 没一会儿 他便停在了目标仓库门口 他下车后 仿佛担心有人窥视一般四下观察 随后拿出钥匙 正准备打开仓库时 下一秒 似乎察觉四周有异样 他立刻停止手中的动作 起身便准备离开 马丁等人见状 也跟着立马起身 准备上前抓捕 男人背包内的炸药 让小队成员瞬间确认 抓捕的人正是塔里克 然而塔里克面对特战小队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并说他们认错了人 但最终在马丁的暴力审问下 塔里克只能如实交代 他与法尔斯之间的交易过程 他会提前将炸弹放入仓库 而法尔斯则会前来取走并留下钱 可当马丁询问 他与法尔斯如何联系 并且他什么时候来取货时 塔里克却开始变得一问三不知 而正是塔里克 他这一副你拿我没办法的模样 使马丁彻底发飙 转头就给了塔里克一巴掌 随后抓住他的衣领大声询问 眼见马丁即将失控 一旁的队友连忙将其拉到一边 极力向他说着其中的利弊关系 殊不知两人争论间 一路上默默无闻的伊拉克反恐指挥官萨拉尔 默默地走到塔里克面前 他在仔细打量了一遍塔里克后 从腰间取出一把匕首 狠狠地扎进了他的腿上 塔里克的哀嚎声 瞬间让本在争吵的队友如梦出行 快步来到塔里克的面前 试图为他止住大腿的血液 但就是这样的一斗 很不幸的 直接戳中了他腿上的大动脉 最终不过几分钟的时间 塔里克便彻底与这个世界说了拜拜 即使如此任务还要继续 因为他们不知道法尔斯何时来取活 所以他们只能在武器中安装追踪器 待到一切准备就绪后 小队又随便挖了个坑 草草地将塔里克埋了进去 与此同时 在基地内的阿戴尔 通过对比卫星照片 发现了在萨拉赫定以西的美军作战区域 一处的建筑光影竟有些不同寻常 于是他来到了 美军位于摩苏尔的前哨基地 经过双方卫星地图对比 果然发现了 此处就是恐怖分子的训练营 由于此地是美军作战区域 美军指挥官派出了三角洲作战部队 协助阿戴尔进行行动 随着三角洲部队士兵 击毙哨塔上的一人后 所有人开始迅速进入训练营内 不消片刻功夫 训练营外围的恐怖分子 被他们快速剿灭一空 等到外围警戒人员收缩警戒范围后 战斗瞬间打响 整个行动甚至还没过去五分钟 训练营内的数十名恐怖分子 就已经成为三角洲部队士兵的枪下亡魂 随后在众多受训孩子中 找到了在此训练的亚里斯 可回到基地后 新的问题又一次到来 基地内的情报人员 通过对扎伊德同伙审讯 他们得知了一项 名为斯特拉斯堡行动的多人恐袭计划 而他口中的地址 与扎伊德先前所说的地址一模一样 并且由于参加这次行动的人员之间 信息被隔离 他也不知道 其他队伍会在何时何地发动袭击 显然阿戴尔低估了 扎伊德手中所掌握的信息 了解情况过后 阿戴尔来到医院 向扎伊德展示了他与亚里斯的合照 在得知自己的孙子已经安全后 扎伊德这才说出 斯特拉斯堡只是行动的一部分 而在12月21日这一天 同时会有四个地方遭到袭击 并且每个地方都在不同的城市 听到此话的阿戴尔 瞬间几股发凉 可当他询问扎伊德 四个地方分别在哪里时 扎伊德只说出其中一个在里尔体育场 而剩下的三个 扎伊德要求能够先见到女儿 不得已 阿戴尔只能将这件事情 报告给了上级 并将调查重心 重新转移到萨尔瓦身上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愿 马丁这边传来好消息 一伙恐怖分子在黑夜的掩护下 拖走了仓库内的武器 通过他们事先安装的追踪器显示 特战小队最后确定 武器被运送到了500公里处的村庄 由于距离较远 不仅是无人机无法覆盖 该地区还被IS恐怖组织所掌握 因此任务难度大幅提升 并且他们随时可能会遇到危险 但目前为止 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用来说服扎伊德说出情报 于是他们只能选择徒步前往 最终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 他们几人终于抵达目标区域 待全体找到隐蔽地点后 马丁拿出定位器 锁定了恐怖分子所在的房子 随后他来到对内狙击手萨迪面前 指挥他前往另一边距离较近 且视野开阔地删几处 进行远程观察 由于没有支援的情况下 他们只有一次机会 所以只能确认好目标人物出现 才能开始行动 于是他们顶着40度的高温 开始了长达数小时的潜伏 直到5小时后 一辆皮卡缓缓驶入村子内 他们的机会也马上到来 只见车子停在追踪器标记的位置 然后车内的人将武器搬上车 随后他们又开着车子 停到了不远处的另一栋房子前 马丁认为猎杀时刻已经到来 随即简单整理了一下装备 便起身向着村子内走去 而此时 萨迪必须作为进入村庄四人的眼睛 因为稍有不慎 就会使计划满盘皆输 于是在萨迪没有看到目标前 马丁几人只能静静地 潜伏在阴暗的墙角下 直到萨迪看到 三名恐怖分子走出房间 马丁等人才缓缓向着目标前进 然而就在他们即将接近恐怖分子时 好在三名小孩并没有多管闲事 暴露马丁的位置 他们只是跟恐怖分子简单交流后 便离开了这里 就在这时 屋内再次走出来几人 经过萨迪遍远 他确定此人就是法尔斯 并且通过瞄准镜 他也看到了屋内的萨尔瓦 可就在几人准备行动时 萨迪那里却出现了意外 一个放羊的小孩 出现在他潜伏的区域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他只能一把扑倒小孩 并将小男孩绑了起来 随着萨迪这里将意外解决 小队也开始了他们的行动 在黑夜以及消音器的帮助下 外围的几名恐怖分子 还没等发出声音 就被几人干掉 随后几人来到法尔斯所在的房子外 正准备进行强攻时 萨迪这里再次发生意外 原来是小孩的父母 眼见自己的孩子迟迟未归 便出门来寻找 萨迪健壮 只能放走被绑住的小孩 可就是萨迪这仁慈的行为 让特种小队所有人 瞬间陷入危险中 虽然他们的行踪暴露 增加了任务难度 但仅靠恐怖分子 这几个散兵游泳 怎么可能是训练有素的 马丁等人的对手 不过几分钟的时间 房子的所有恐怖分子 被清扫一空 马丁再次回到法尔斯房子跟前 试图劝说他能够束手就擒 然而他们万万没想到 已经成为瓮中之鳖的法尔斯 竟将萨尔瓦作为人质 放置在身前 企图向后退去 寻找其他人 高处的萨迪健壮 为防止小队被彻底围攻 当即便打算开枪射杀法尔斯 可惜子弹稍有偏离 不仅没能射中法尔斯 反而将萨尔瓦射倒在地 眼见自己没有了底牌 法尔斯退回房间内 而萨迪的子弹也再次落空 其他队员也赶紧上前查看萨尔瓦的伤势 马丁在确认萨尔瓦并无大碍后 当即将萨迪喊来与他们会合 并开始呼叫直升机 然而就在萨迪前来会合的途中 大批前来增援的恐怖分子 将他堵在了一个角落 即便萨迪枪法入神 可惜终究是双拳难敌四手 最终为了逃过追捕 他躲进了一个房子内 眼见敌员即将靠近 在干掉了几名恐怖分子后 萨迪赶紧翻墙 寻找安全位置 试图与马丁等人联系 另一边 意识到萨迪可能被困的马丁等人 将萨尔瓦安置在一处安全的环境后 再次折返回村子内 可惜 最终他们只找到了萨迪的头盔 而萨迪却不知所踪 一时间 所有人的呼吸都变得沉重了起来 基地内的所有人 很快便收到了萨迪消失的消息 然而他们根据 萨迪最后的通讯记录判断 萨迪很可能并未被击毙 而是被绑架 为此上校甚至请来美军 启用一颗卫星以及两架无人机 对他们怀疑的地区 进行实时观测 可最终得到的结果 却使上校大势所望 所有特战队员心里十分清楚 作为小队中唯一的女狙击手 一旦他被绑架 究竟意味着什么 与此同时 被关押的扎伊德 站在女儿所在的医院窗前 默默地看着女儿接受治疗 尽管阿戴尔不想承认 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 他们若是想救出萨迪 只能依靠扎伊德来进行 而当扎伊德得知 他们要救出萨迪的同时 找到法尔斯后 进出其的配合 但他同时也说出了 让所有人都无法接受的条件 扎伊德表示 要想通过他来找到萨迪 必须将自己放出去 如果他被困在这个地方 那么他也无法利用自己 在摩苏尔的人脉找到萨迪 此时阿戴尔面对老谋深算的扎伊德 他也不得不同意扎伊德的请求 他在得到基地上校的同意后 马丁一行人 便将扎伊德送到了摩苏尔的老城区 然而面对圣战士兵中 举足轻重的扎伊德 上校当然不可能轻易放他离开 在扎伊德离开的同一时间 基地内不仅派出无人机 对他实时监控 还在交给扎伊德的手机中 安装了追踪器 虽说扎伊德的女儿以及孙子 都在他们手中 可任谁也无法保证 老奸巨华的扎伊德 是否真的能够回到基地内 为了以防前面的准备失效 阿戴尔甚至安排了库尔德人 对扎伊德进行跟踪监视 然而他们这些小动作 又怎么能瞒得住 曾经身为国安情报人员的扎伊德 反追踪以及反侦察 对于扎伊德来说 犹如探囊取物般轻松 而基地内之所以现在还能看到他 只能说明 他离开的时机还没到 扎伊德先是在错综复杂的城区内 转悠半天 随后他来到一个小摊前 拿走自己需要的东西 紧接着 进入到一栋房子内 外围的库尔德人建筑 只能将这里的情况报告给基地 然后在外围伺机而动 另一边 为扎伊德开门的大胡子 看着突然出现的扎伊德 脸上充满了惊恶 他不明白 此刻扎伊德前来 究竟抱有什么样的目的 而显然 扎伊德并没有给大胡子思考时间 他静止坐在大胡子家中的沙发上 开门见山地说 要取回自己的钱 随后又让大胡子 联系了他的表哥前来 此时的基地内 虽然看不见扎伊德的行动 但由于追踪器信号稳定 所以他们并没有想太多 并且阿戴尔相信 他们一定能够通过扎伊德 联系到法尔斯 最终找到萨迪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 就在15分钟后 大胡子的表哥在联系法尔斯时 扎伊德突然举枪 打死了大胡子的表哥 并且干掉了大胡子 库尔德的眼线听到房间内传来枪响 正在犹豫要不要进入查看时 基地内突然收到 来自扎伊德传来的法尔斯手机号 而就在基地通过手机号 定位到法尔斯的同时 屋内的扎伊德却也早已不知去向 随后根据库尔德眼线 他们所看到的墙上大洞 他们也推测出了 这一切都在扎伊德的计划内 上校听到 他们千辛万苦抓到的扎伊德 居然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跑掉 也是气得破口大骂 好在技术员通过手机定位 很快锁定了法尔斯的位置 这才让暴躁的上校停止咆哮 但由于他们锁定的位置 属于绝对敌对区域 他们无法派出重武器进行搜捕 于是他们只能派出由马丁为首 小规模队伍执行逮捕命令 就这样 在下午两点十分 两辆面包车缓缓驶入目标区域 到达后 车内的特战人员快速下车 迅速对恐怖分子进行清理 不过一会儿的功夫 外围的敌员被特战小队清理干净 他们来到法尔斯所在的房间 一名队员率先上前撬锁 后面的特战队员在确认门被打开后 快速进入到房间内 将还在做梦的法尔斯一把摁住 紧随其后的马丁 看着被吓得手足无措的法尔斯 丝毫没有怜悯的感觉 对着他便大声质问 萨迪在哪里 马丁眼见法尔斯 面对自己的询问一言不乏 他抬手对着法尔斯的膝盖就是一枪 剧烈的疼痛 仿佛终于让法尔斯清醒 他连忙说出 萨迪就在楼下的仓库内 但当小队成员 具失去呼吸的尸体 以及一张空着的审讯影 很明显 有人掀他们一步 将萨迪转移走了 马丁再次回到法尔斯的房间后 情绪变得彻底崩溃 直接举枪对准法尔斯的脑袋 大声质问他 萨迪到底去了哪里 法尔斯面对近乎发狂的马丁 一脸的不可置信 他其实也不知道 到底是谁将萨迪转移走 回基地的路上 所有人特战成员全部沉默不言 因为他们很清楚 晚一天找到萨迪 同样意味着 他活着的概率在慢慢变小 眼下 扎伊德不知去向 法尔斯也全然不知萨迪的踪迹 阿戴尔只能将所有希望 放在躺床上的萨尔瓦身上 因为只有萨尔瓦知道 扎伊德究竟与法尔斯 以及IS组织之间 有怎样的深仇大恨 可正当萨尔瓦要将一切 告诉给阿戴尔的时候 一名士兵突然闯了进来 声称他们发现了重要情报 并让阿戴尔 与自己一同前往作战指挥室 而接下来的一段视频 让在场所有人瞬间感觉到一阵呼吸急促 《黑暗之星》第一季全部内容到此结束 《黑暗之星》作为一部法国的剧集 在第一季的结尾处 我感受到了很浓厚的美剧气息 整部影片看着很丝滑 没有奇奇怪怪的圣母情节 很直观地可以看到战争的残酷 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试着找一下原片观看哦 从这一段视频都没有发现 《黑暗之星》 由于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